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了身体上的接触 要知道叶楚桂身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下叶楚桂是踢到了立强 哦 采犯是亮红牌了 这样的话叶楚桂是连吃两张黄牌 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 哎 又是扑雷虚头 把球断下来 看扑雷夏拙这一次面对门将 把球打进了 少一人作战的深圳家招也在下半场比赛回过来之后就扳平了 果然是江卫鹏这个点的失误 上半场的比赛缠斗了前30分钟 随后就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已经跟不上了 而下半场比赛回来 徐扬向前推进 给到普雷夏拙有机会 普雷夏拙打门 翻超比分了 深圳家招也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尽管少一人作战 但这一次又是在前场寻求这种反抢之后的快速推进 而徐扬这个球给的也是恰到好处 我们刚刚介绍过 由于现在少一人作战 深圳家拙也是把后场的防守提的比较靠前 和梅西保利两个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扎伊尔在下半场的比赛之后 哎 梅西这一次 我有这个投球近在咫尺 居然没有能够顶在球门的范围之内 再来看一下 这一次 张远的解围球是踢在了尹昌吉的身上 而尹昌吉的这个反弹球是直接打在了禁区之内 而梅西 选择直接打向球门 这一下 阿布的想法还是 非常的有经验 高加普雷夏拙的时候 阿布是选择了一脚直接的攻门 再一次制造脚球的机会 而进攻线上在缺少古兹米奇的情况下 还是要想一想 到底这个进攻的选择 应该怎么组织 好的 主创办刘昭在这个时候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烧音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 叶昭复杜是痛失好局